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没了流量担当王一博 改版后的天天向上圈了一波路人粉 天天向上回归初心 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变化 当初很多人觉得 天天向上主持人大换血之后 没有了王一博大张伟等受欢迎的主持人 会不会收视率和口碑都一再下降呢 没想到改版后的天天向上 重出江湖之后 竟然有了当初最鼎盛时期的那帮辉煌 再次将观众的心赢了回来 虽然观伯一些数据的变化还是挺明显的 每一次预告花絮的时候 点赞评数量比之前有了明显的骤降 不少黑子们跑出来说了风凉话 当初那些抨击王一博 站在舞台上是花瓶的人 如今也是一个打脸的时刻 王一博走了 确实带走了一部分流量 毕竟当初在舞台上几位主持人中 王一博所带来的关注和话题还是蛮高的 如今几位主持人接连翻车 王一博大张伟也一同离开 曾经的主持人只剩下了汪涵一个老大哥 但这次改版后的天天向上明显看到了 与之前的不同之处 其中有三点最为明显 主持人阵容大换血 天天兄弟变成天天兄妹 天天向上 主持人阵容的调整以及节目的调整 这也和湖南卫视数位主持人接连翻车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今天天天向上比快本早播出一部 只不过在舞台上熟悉的身影越来越少了 随着改版之后第一期 天天向上的播出 我们看到演员阵容的确如之前曝光的那般 甚至还多出了女主持人 怪不得网友们都调侃 如今天天兄弟已经变成了天天兄妹 刘烨 梁田和蔡承玉三位新主持的加入 在汪涵的带动下倒也是一副全新的面孔 但他们的主持能力却不容小觑 再加上几位天天小兄弟的出现 也足够引起话题和眼球 虽然一时之间观众们还不太能适应这样全新阵容 但相信总要有一个过渡阶段 或许这几位主持人的搭档会给我们带来一番新的惊喜 回归初心 内容为王 新版天天向上播出之后 取得一个让人都没有想到的成绩 这次节目收拾回暖 其实也和播出时间改到周五晚八点的黄金档 有着很大关系 尤其是11月21日播出的《语言的艺术》那期节目 夺得收视率双网第一 相关话题阅读量破1400万 观众好评如潮 纷纷感叹 天天向上又回来了开局集破1 尤其是加了女嘉宾沈梦辰之后 最高达到了0.43亿 确实热度蛮高的 看到这句话 让很多老粉不胜唏嘘 十几年来 天天向上 走过多少风雨 特别主持人阵容 换了一波又一波 这次有了势如破竹的局面 也是观众们喜而乐见的 可以看到这次 天天向上 回归本心 并记博人眼球拼流量 真正的靠内容取胜 最开始 天天向上播出 其实也是走文化和知识的科普路线 但随着网上越来越多的人 将它与湖南卫视另一个王牌节目 快乐大本营 相比较慢慢地也迷失了方向 丢掉了本心 也开始走流量路线 凡是 快本 请过的明星天天向上也会再邀请一遍 这样重复的复制 没有丝毫的创新 反而让收视率下降 就像网友所说的那样 节目内容是关键 单靠流量不长久 为什么天天向上播出十几年 依旧有许多老粉追随 这是因为它的坚持初心 传播文化 这就是喜欢天天向上的原因 就像小时候爱看正大综艺一样 但不知什么时候慢慢地这种感觉丢掉了 再也没有找回来 好在现在终于回来了 贴近生活 赢得路人粉 改版之后的天天向上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变 就是更加贴近生活 细致化了 且选题也比之前有趣一些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考驾照那个话题 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些事 在节目中将直播与驾照现场相结合 让观众功能直观地看到全程 这不仅贴近生活还很大众化 这样的选题真的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也会让更多的观众来接触和关注 看到这儿的时候 就让人想起以前我们自己考驾照时 不断地被教练批 要记住各种小细节 坡到定点 坡到起步 什么转弯道库入库 一下子就回到当初考驾照学车时的感觉 用真心换真心 节目质量过硬 内容做得好 观众自然感受得到 这样重新开始再次回归初心的节目 相信观众也会一直追随下去 收视率肯定还会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